第34讲我们来看一下母肠趋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起点 它的起点在这个远端的饶骨的 远端饶骨的前面 其实中间还有这个地方有骨肩膜 那么再往上 有部分不是所有的 有部分这个人群中 母肠趋肌它的辅着点可以达到齿骨 甚至宫骨的内闪壳 那么远端它的辅着点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在这个母指远端 远端指节的基底部 那表面 那么这块肌肉的功能 由于它这样的辅着 所以它对于腕关节这个点来讲 也有区区这样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因为跨过了腕关节 所以有区腕这样的功能 当然它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区母指 首先可以做指尖关节的区区 掌指关节的区区 以及腕掌关节的区区 因为它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不仅仅是一个关节或者某一个关节 是多个关节的协同 临床分析 可以这样讲 人体很多疼痛 包括内脏疾病都会终止于人体的末端 如果我们通过筋膜或者神经思路的话 有这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理论 那么终止于末端 其中人体手上 大家想一下这五个手指 每个手上的五个手指 哪一个最关键 拇指 那么拇指有区和伸这样的功能 区是容易紧张的肌肉 伸 伸肌是容易薄弱的肌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所有的病变中止于中端 而拇指这个人最关键 而拇指的区肌又最关键 所以我希望大家重视这个肌肉 这个肌肉对很多疾病不仅仅说 这个肌肉出现问题 而造成拇指这个地方的疼痛 不仅仅这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重视这个肌肉 那么再有临床分析具体有哪些内容 第一个 第一个 如果这个肌肉在被过度使用 或者出现其他原因的损伤 以后会造成这个局部的疼痛 同时最多件可以造成哪 大拇指指出现疼痛 那第二个是生物理学分析 这块肌肉 我们刚才讲了 最重要的功能是 驱拇指 驱拇指 当然了 它对于腕关节 也有驱这样的功能 那么当这块肌肉 出现问题的时候 以拇指这个地方的相关 第一 第一掌骨 这个相关的 关节的运动 会出现障碍 那再有 腕关节 这也会出现 有时候表现出来是疼痛 或者是无力的 这种状态 所以我希望大家 把这个肌肉 它的功能 了解清楚 那第三个方面 神经 牧肠 驱肌 它的神经支配 属于正中神经 所发出的分支 那所以正中神经 在近端 比如锁骨下肌 斜角肌 胸小肌 这压迫 刚好影响到 这个 如果刚好影响到 牧肠 驱肌的神经 相位的话 这个患者表现出来 牧肠 驱肌的 扳基点 或者是有牙筒 或者有病病 那么当然了 牧肠驱肌 这个地方有问题 而且尤其牧肠驱 还有一些有变异 我刚才讲了 它有一些附着在 内伤症科这个位置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之下 也容易造成这个地方 卡压到正中神经 好 那么再有一点 看这 正中神经 在穿过旋前元机以后 发出一个分支 叫骨肩前神经 骨肩前神经 它发出分支支配 这儿 指身驱肌 还有母肠驱肌 指身驱肌 是指的 可以 是其他 除了拇指 这个 其他指的 远截 远截关节 骨肩关节 这个地方 收缩 近端指尖关节 远端指尖关节 就是 这个地方是远端指尖关节 这是近端指尖关节 可以使远端指尖关节 曲曲 所以指身驱肌 我们需要知道 有这样一个功能 这个 那么 母肠驱肌是 这个地方 驱肌是最关键的功能 那么如果 这个患者刚好出现了 骨肩前神经的损伤 这个关节没办法驱肌 这个没办法驱肌 你现在让它做OK的时候 它就不OK了 就是这样的异常姿势 所以 如果这个OK针 是这样的姿态 你现在都可以做一下 这个姿势 两边同时做 如果有一侧 OK没有那么圆 那么可能提示 骨肩前神经 功能的障碍 或者说 有可能仅仅是 母肠驱肌出现障碍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驱不了 如果是这的话 那就是 指身驱肌 所以这一个OK针的功能检查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那再有是筋膜炼 胸大肌 内侧肌间隔 一直到前臂的驱肌 这个驱肌就包括 母肠驱肌 那所以 这条筋膜链上 比如我们单线 到手这个地方 我画这个单个儿过来 那么 母肠驱肌出现问题 可以造成 内侧肌间隔 以及胸大肌的 这个问题 同样也是这样 胸大肌有问题 可能造成手指 尤其是拇指 如果我们按照 母肠驱肌的话 拇指这个地方的 功能障碍 或者是疼痛 那么母肠驱肌 我们刚才讲 它的旗指点的时候 你都知道 它的位置是比较深的 它辅助在骨肩膜 辅助在远端的 这个饶骨上 甚至往上带 内上科的位置 所以它位置比较深 相对来讲 很难触摸 我们可以通过 远端 绕骨这个身面 通过浅层的 这些软组织 让它抗阻 驱 拇指 来感知身面的 这个肌肉 其实还是可以 能触针 透过这肌肉触针的 如果这个肌肉 出现问题 有伸压痛 我可以用手 或者用针刺的方式 来处理 单块的肌肉 这块肌肉 最重要的功能是驱 那么对它的签张 反过来 伸就可以了 长时间签 这个签拉 大概签拉 超过30秒 可以使 这个容易紧张的肌肉 这一个容易紧张的肌肉 让它放松 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母肠驱肌 首先我们的了解 它的解剖 位置比较深 辅助点还有变异 有时候辅助在内上科 这个位置 那么它的临床分析 第一个 我们得需要知道 这块肌肉 如果出现 病变出发点 别人出来的是 拇指这个地方的疼痛 那么在生物理学分析 它驱的不仅仅是 这个拇指这个关节 指尖关节 还包括其他的 但是最关键的是 在这个位置 那么还有筋膜链 往上通过内侧肌间隔 到胸大肌 同时它和正中神经 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个肌肉 可以造成正中神经的问题 而正中神经 也会造成 母肠驱肌的问题 那最后 我希望大家知道 所有的病变都终止于 终端这样一个特点 而终止于终端 母肠驱肌 是最关键的一块肌肉 那以上就是母肠驱肌 相关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